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经常想到 我们每个人 都 就有一颗清明的星 这个星呢 就像一面 巨大无边的 镜子 我们知道这个镜子呢 它可以 一切影像 都可以在 在里面呈现出来 但是呢 它又不会黏着 不会黏着 这是 镜子的特点 但是 这个我们 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 我们的心 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层面 如果从 防护心的层面 它是以 贪 撑 吃 为基础 这个 吃 就是不明 不明去 就是无明 什么都看不清 那 贪的特质呢 就是 灭着 我们 我们 我们以贪嗔吃 为基础的生命 我们想要做到不执着 其实是很难的 那 但是这个问题呢 也不是绝对的 因为 因为贪的程度不同 所以它的 这个黏着的程度 黏性啊 它的这个黏性 也是 不一样的 你又是贪的东西 又是执着的东西 那么这个 黏着的程度 就会越大 那我们 在学佛法的过程中呢 因为我们 毕竟我们修行的基础 是防护心 那 我们要 真正的去体会这个 没有黏着的心 其实这次做不到了 所以 所以我们 佛法 告诉我们 通过 这个无常观啊 通过 这个 如闷如患的观啊 就是让我们 叹清 叹淡 外在的一切 当我们 看大呢 我们自然就 不会那么黏着的 我们 赋予的这个黏着的程度 就会 大大的 渐清 那如果我们不学佛法呢 当我们在乎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给自己找一百种理由 告诉自己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去在乎 那么这个执着 黏着 它就会不断的 升级 它甚至会成为你的整个智觉 相反 相反 我们学了佛法之后 我们会不断的应用佛法的证件 做观察修 不断的去审视 观察 所以我们自然就 不会那么黏着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 学了佛之后呢 我们呢 对世界的贪着 就被越来越爽 那么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内心的 这个 洁性的层面 洁性的层面 我们刚才讲的是 贪嗔痴为基础的生命 这是防护性的层面 但是我们内心还有洁性的层面 那么这个洁性的层面 在佛法里边啊 尤其在唯实中里边 就讲到了 把我们的心的 不同的 洁性的 不同的功能 分成 四种智慧 这个四种智慧呢 第一种智慧就是大言尽智 大言尽智 我们要学到什么 这个 同喜啊 同修啊 对这个概念我们应该也不陌生 大言尽智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我们具备清明心 这个清明的心 就像一面极大无边的智智 它能揽造一切 而又心无所住 这个就是大言尽智的作用 这种智慧呢 是叫做平等性智 平等 它可以 没有分别的 去对待一切 用平等的心 观照一切 那这种平等性智 在佛法的修行里边啊 它最主要是通过 通过这个 转化这个第七莫拿时 就是通过破除我执 破除我执之后 我们所成就起来 因为我们的生命呢 这个凡夫心啊 以我执为中心 形成了我们的一个 情感系统 认知系统 审美系统 所以我们对一切啊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就是 就会充满着 不平等 充满着 好物 那么这种好物和不平等 其实就是以我 以自我的感觉为重心 所建立起来的 一种认知 和 看世界的方式 那么在修行的过程中 包括我们现在三集修学 讲的是气中听话 其实这就是在 其实这个本身 也是在 在建立一种 无我的修行 那我们个人呢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从自我的感觉里 走出来 那这就是说 我们需要不断的 开启我们内在的这种 觉知的力量 光照的力量 去看世界 而不是 而不是活在自我的感觉 所以在一个是 一个是我 一个是无我 我们的心 其实包含着两个层面 一个是有我的心 一个是无我的心 有我的心 你是你 别人是别人 你是你 世界是世界 那么它永远都是一个二元的状态 然后因为这种二元 就会导致有贪 有撑 有喜欢 有不喜欢 有爱 有恨 但同时呢 我们还有无我的心 这个无我的心 其实就是大人尽致 它是超越了二元的世界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层面 其实我们跟三合大地 跟六道一切众生 它是平等无别的 根本上是一体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想要通过全修 去开发这样的一种心 当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心的承认的时候 你去看世界自然是无我的 当你活在自我的感觉中 去看世界的时候 它自然是有我 那么 这个维世里面还讲到两种智慧 一种是妙观察制 还有一种是 诚所做事 这个妙观察制 就是代表着对世界的一切差别现象 都能够清清楚楚 我们讲平等地观察一切 并不是说 什么都看不清 并不是 就像镜子 它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一切 但是它不会进行 这种靠悟的判断 其实 那我们的心 通过第六诗的修行 它就能够转化成这种妙观察制 通过全五诗的修行 它就可以转化成成所作制 它能够对世界的一切差别现象 清清楚楚 同时它还能够有各种智慧 各种方便 能够从一个 悉空的视角 从一个原体的视角 去平等地观察一切 然后同时还会有无量方便 去承办各种利益众生的事情 那么这样的一种承办 它就是来自于代言俊子 所以大言俊子 平等俊子 就是代表着我们内心的 一个智慧的本质 然后妙观察制 成所作制 就是代表着我们智慧 所开启的作用 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呢 我们禅修 我们需要去认识这个清零的心 至善就是要帮助我们去开启 这样的一种 内在的智慧 所以我们通过指禅 和观察 开启我们内在的这个节制的心 这是通向智慧的一个最为直觉的祈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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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